東盟即是東南亞國家聯盟 是由十個成員國組成的 大家知不知道是哪十個國家呢? 今天會和大家介紹 和東盟色色相關的電視節目和座談會 這樣就可以了解多些了 東盟十個成員國包括 文萊、柬埔寨、印尼、魯窩、 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 泰國和越南 另外還有兩個觀察國 東帝民和巴布亞新基內亞 這個擁有超過6億6千萬人口的地區 年齡中位數是30.3歲 充滿年輕活力 最近香港東盟協會 就和香港電台合作 製作英語節目 A New Look Into ASEAN 走進東盟系列 一連五集 由主持人黃玉迅 每集和東盟成員國家的思想領袖 商界人士、政治家、學者 進行嚴謹而深入的對話 參與這個製作 你自己有甚麼得著 因為我們經常聽到別人說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 東西運輸的地方 但現在是一個很靜態的形容詞 反而我更想我們關注 動態地思考 我們怎樣可以 以一個國際化的視野 去觀察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不會體驗東盟的實況 或是不可能掌握到 東盟當地的風土人情 正情和經濟的走勢和變化 而說到最尾 作為這個世界上最為年輕的 即是平均年齡的區域之一 亦都是經濟潛在實力最大的區域之一 東盟是一個 我們非常值得深入了解的地方 看這個走進東盟 會為觀眾帶來甚麼紳士呢 我在這個節目中 問了很多採訪嘉賓 他們之前從來都沒有答過的問題 包括我問新加坡前外長楊宏文 怎樣看神、宗教 以及人類之間的互動關係 所以我想做的 就是問一些未問過的問題 去探渡一些鮮為人知的避身 而第二點 進行一個關於香港和東盟之間 這個關係的分析和口式 就是不單止去跟我們講解 東盟的重要性 亦都說明了香港可以怎樣做得更加之好 而一件事就是 我正想透過這個平台這個節目 去帶給大家的訊息 不如也給觀眾一些提示 如果他們想深入了解東盟國家的話 可以在哪方面入手呢 我覺得最容易入手的當然是文化 或者是電影、歌曲 或者是所謂的流行的次文化 甚至青年人他們的雜性、網上的用語 其實這些種種的領域或者版法 都是比較容易上口 或者是我們叫做入手的 我正想問 那是一件事 節目中你也訪問了很多嘉賓 他們對香港的看法是怎樣 絕大多數嘉賓都認為香港 仍然是一座非常出色的國際化大都市 但同時他們也希望香港 可以在開放給東盟的朋友 學生聯合方面做得更好更多 香港東盟協會成立的目的 就是提供一個平台促進聯繫 加強文化經濟交流 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更加是連接中國和東盟的最好橋樑 香港東盟協會及香港電台教育 與青年交流座談會 就在10月10日舉行 我們一起去聽聽 你是尊重的 這是人的要求 解決別的國家 要求學習 要求質疑 otras設施 你覺得香港和東盟之間可以怎樣加強交流呢? 那年輕人又可以怎樣參與呢? 你可以開始網絡,你可以開始在寓室,你可以開始在餐廳,你可以開始在餐廳,在餐廳,或在家裡煮食。 我認為這是一個習慣,是一個習慣,要經常在外國的文化。 香港作為中國和東盟之間的橋樑,你的看法是怎樣呢? 首先,香港人大部份是英語流利的,利於我們和外界溝通。 大家也知道,東盟那些年輕人不是個個懂得廣東話、普通話,通常是英語溝通。 這是第一個優勢。我們也是一個國家對外的橋樑,在一國兩制當中操作。 我們也要考慮我們怎樣為國家珍惜。中央是很支持、很重視。 如果想了解東盟國家多一點的話,就千萬不要錯過星期一晚,在港台電視31播出的《走進東盟》。 或者可以到香港電台網站到重溫。